来到2021年最后一个月 当然要吃寿司狼 今次我们有 岁末大感谢制的商品 一坐下我们就可以点餐 每一次点都是点四样的商品 今次岁末大感谢制 一共有十二样商品 但期间限定 多了三样的商品 其中岁末大感谢制 里面有一样商品已经收拼了 就是平背商味 今次我们就坐卡位 厨房外面第一张桌子就是我们 我们事不宜迟 看看十二月限定有什么 周打蜜肉汤面 顾名思义就是用周打蜜肉汤做汤底 有四粒片肉 有一些菇菌 面底是乌冬 寒屏目是日本人气高企的鱼食材 它肉质细滑 而且有淡淡的金铁味 黏并是一般白鱼的口感 没什么特别 大切日本铲油金鱼腩 油花颇多 入口即用 特性天赋狼小凡立贝军腩 一入口全部都是油粉浆 和沙律酱 雪鱼八指军腩 上面的是梅子啫喱 非常脆 还有一些老口感 尺背相味 大尺背和裙边都非常爽脆 油金与天生 在上一集十一月限定 都有出现过 是一个稀有部位 口切剑鱼腩 栗子美卡达那拉 国民梅益 虾蜜瓜雪巴 有很清新的虾蜜瓜味道 安康鱼肝军腩 上面的是梅子啫喱 浅寨鹽绩鱼 上面的姜蓉非常强烈 鲁鱼肝军腩 鲁鱼肝军腩 感觉完全不像吃肝脏 非常有口感 而且它的鲁鱼汁非常野味 天然南晴吞鱼鱼老天自身 非常新鲜 栗子味的卡达那拉 是非常浓郁的栗子味 但我个人觉得栗子味 是比较利一点的 所以我都喜欢原味多些 这一个就是 碎末大感赞制制 这一个就是我的食后感 我们下次见 拜拜